近年来越来越多人北上消费 但如果不信州居勒顿 过关去内地的话 买液的话可以选择网救运来香港 但服务又怎样呢 原来有人会将他们在内地带来香港 在内地的社交平台 有不少人以香港上门做招来 很容易找到各式各样的上门服务 上门收纳整理 上门灭虫 上门化妆 连上门喂猫都有 黄小姐想博长的头发静住过圣诞 于是上网找博发服务 在抖音上打博发 会有很多广告类的东西推出 看了进去之后 就看到里面的照片也很漂亮 而且它很标注 说明是可以上门接答的 所以我就选了它 上门博发不用在发芸屋坐了几个小时 可以舒舒服服地坐在家 于是黄小姐就交了发芸师的微信了解 清楚就是写着2380元上门博发 包三宅的博发数量 染、剪、造型都包了 都有再重复问她是收港币还是人民币 她都说是收港币的价钱 发芸师上门博发 当日她联络的时候 她没有跟我说她有多少个人过来 去到见面的时候才知道她是三个人 有一个可能是徒弟 另一个是朋友 是想着等她做完事之后 在香港玩的 来到的时候 发现她也不太专业 她很多工具都没有带 染发膏是要配双氧奶 她是没有带双氧奶 然后她还要问我借洗头水 去帮我验那些头发 她说这样也会出现颜色 本来以为是跟她联络开 那个经验丰富的发言师 亲自操刀 谁知道变成了徒弟仔 帮黄小姐搏发 之后还发现 他们的所谓经验 都可能是假的 她朋友研谈间 就说她只有21岁 她当时就已经不让朋友 即未说完那番说话 已经按住朋友的口 不让她再说 和她在社交媒体透露 那个八年经验是有出入的 21岁就有八年经验 即是13岁开始打工? 虽然觉得古怪 但都已经开始博发了 黄小姐也没想到那么多 染好头发 她就开始博 她就跟我说 你的头是要四千元 才可以博到很丰满的效果 最后买单 我给了五千四百多港币 为什么最后买单又不同了价钱? 四千元的时候她跟我说 是博四扎的 她最后是自己加到五扎 第五扎我是不知情 她的情况下 她自己说是服 我打算给四千元 是博四扎头发的 我没有打算博五扎的 然后她最后跟我说 我总数是要收这个价钱 然后她跟我说 四千八元是人民币价钱 而不是港币 走之前收钱的时候 趕着走 我还要在香港玩 所以你要给一千元现金我 方便我在香港玩 我们联络过一间可以来香港上门 做收纳整理的公司 他们的整理师由深圳来香港 我们也有问他们 这样来香港收钱提供服务 有没有问题? 他们说没有 还举例说 反向大货的人都是这样收钱 其实内地身份 来香港提供收费服务 有没有违法? 有的 因为内地的旅客 如果来香港 他们是无论旅游也好 探亲也好 都是不准做事的 那个限制就是一定是旅游 要不就探亲 你如果做这个目的以外 包括是做事 我俗称叫黑工 所以这种罪行也严重 最高刑罚是罚款五万元 以及入狱两年监 每一间都说明说 可以上门博发 包括上来香港 由深圳过来香港上门 在抖音有很多这类型的广告 甚至《小红书》也有很多这些广告 但是你不能追过 服务不好的时候 你不能追过它 它封了你就封了你 我们以顾客身份 向那个发型师查询 问他是香港人 还是内地人的时候 他就知不已对 这个是你内地的发型屋? 是 是否来香港可以上满静? 可以上满静 可以上满静 你哪里过来? 你要坐车多久? 靠近山站那边过来 哪里? 靠近元朗那边 你是否在香港元朗那边? 那我直接过来元朗 去你的白营屋就可以了? 小梦都可以的 即是你不在香港元朗? 是 是那边过来 一时又说深圳 一时又说元朗 但在视像里面 看到街名和招牌 都是简体字 一看就知道不是香港了 你们过来香港帮我博 我需要帮你申请那些签证? 不用 我怕如果我请你来工作 我犯法 所以我想知道 你有没有签证可以来工作? 那些可以 你有什么签证? 你那个工作签证是什么签证? 李法师的工作证 问他是不是香港人 或者有香港工作签证的时候 他就说有李法师工作证 文非所答, 似乎有点心虚 当我们说回他在 没有得到黄小姐同意之下 自行帮他增加薄发数量 而多收钱的时候, 他说… 我当然不会骗人的 看你是选择的, 是吧? 他说你没有问过他 就自己擅自帮他博了五把头发 要收他五千多元 那些, 因为他要弯牙 那些都是钱 他的发量不够, 他后面同意要加 无论有没有坐地起价 黄小姐都觉得货不对版 发量多到连洗头吹头都有困难 港币二千三百四十元 变了五千四百多元港币 超过双倍价钱 效果还跟发型师所说的完全不同 不够一个星期, 黄小姐就拆了博发 现在回想起来, 他都担心自己 可能请了黑工, 有机会犯法 都会有的, 因为为什么呢? 如果香港人叫人来提供这些服务 你就协助教唆他们 所以正确罪行的名称 就叫做协助教唆他人 是违反逗留条件 因为逗留条件正正是旅游目的 或者探亲目的 如果你做黑工的, 那这个就是 违反逗留条件 那个刑罚跟腾仙主体的 一模一样, 最高刑罚都是五万元 和入育两年监